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下面一个主题 就讲上帝的工作 我们在这个开始的时候 讲到神论的时候 我们讲上帝的名字 他的启示 然后从上帝 关于他自己本身 上帝的这个性格里面 上帝的这个attributes 上帝的属性里面 我们去认识他 所以上帝的属性里面 上帝的本性里 我们看三位一体 也是中间的一部分 上帝其实有关于他自己的 本体的 现在我们就看见了 下面我们就看见上帝的工作 从上帝的工作 他向我们启示了 第一个就是讲到上帝的创造 圣经里面讲到上帝创造的工作的时候 我们看见上帝是在时空之中 他是从无造有 中文把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 讲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那么从希伯来文的原文讲 基本上就是从空的 从没有的 从没有的上帝把它造出来 换句话说 上帝的一个创造 他这个起初的创造 是从无造成有的 人文主义的多个世纪的 反抗上帝 拒绝上帝 他们相信了 物质是永恒的 我们以前是相信物质 那么十九世纪的那些 用科学家 所谓的科学家 那些讲科学哲学等等的话 他们基本上是在了 这个无神论 唯物论 这个根据点来讲 可是现在天文学的发现 发展 就是看见宇宙 他们就是观察宇宙的星球的时候 就发现这个星球系统 这个星球都是在 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 而且比我们 接近我们的这种星球 离开的速度 还没有那么大 可是离我们越远的那些 星球系统 他们往外面 就是离开我们这种速度 就是更大 距离越远的 它离开的速度就更大 好像就换句话说 宇宙在继续不断的 很快的扩张的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那么这种发现 还有其他的一些物理的发现 在现代 大多数的 大多数的这些天文学家的话 都会 站在 宇宙的来源是个大爆炸 那么这个东西 在目前 换句话说 这个科学方面的东西 还是在一个 科学总是在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基督教的 也不需要太兴奋 因为 因为这个 大爆炸 他就让他看见 第一个 时空 宇宙不是永恒的 对于宇宙是永恒的 这种学说的话 它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换句话说是 起码讲的宇宙是有个源头的 时间空间是有个开始的 所以这个观念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看见 跟圣经里面的启示 是相当复合的 所以我们讲科学总是在一个过程当中 在一个过程当中 而且圣经给我们启示的是真理的话 我们不怕这个真理的考验 现在也不是因为这个大爆炸 这个学说来了以后 所有的天文学家都承认 宇宙有个开始的 是大爆炸形成的 还是有不同的 不愿意接受这个学说的人 去用一些其他的方法 想去解释 想用一个所谓的 今天的String Theory 可是String Theory的问题很大 因为它没有一个决切的一个解答 就是不同的人 他做了一个 他的数学系统 他所使用的数学系统 不同的时候 他用不同的String Theory出来 那么没有一个 肯定的一个答案在那里 可是人还是继续不断地 去追寻其他的解答 不过大多半的 大多半的天文学家 他目前会讲这个是 是相信那个大爆炸的定义 可是当圣经 上帝的创造不光是个大爆炸的一个问题 上帝的创造不光是创造一个物质的宇宙 上帝的创造超越这个 那么它是从无造有的 时间空间是一个撒纳被实现的 那么其他的经文比如诗篇里面讲的 它是用比较实体的话语的 诗篇33篇第6节第9节 诸天借着耶和华的画而照 天上的万象借着他口中的气而成 那么这个按照他的画 他口中的气等等 这个我们要讲三位一体 用这个也可以做个证据 第9节讲 因为他所有就有 命力就利 所以这个地方讲上帝的创造 然后我们讲上帝创造 另外一个方面 我们讲上帝持续创造的 上帝创造的这个目的 人的快乐 神的荣耀 在这个英国的新教徒 在17世纪的时候 他们就是要统一 大家在一起在这个西敏市 伦敦的那个西敏市那里聚集 有几年的时间在一起 就拟定了这个西敏市信条 Westminster Confession 那么是留到今天的基督教 这个改革宗的信念里面 所谓改革宗就是 讲人是只有借着信心 应做耶稣基督才能够得救的 换句话 从天主教的这个系统里面出来的 基本上是改革宗 从改革宗这个信条里面 他除了这个信条以外 他还做了一些教材 有些教材设计的是给成年人的 比较详细的 有些教材是好像给少年人 给年轻人 给孩子们教导的 那个叫做一个比较简短的 叫做Shorter Catechism 可是还是很深奥 它里面这个Shorter Catechism 这个教材它是用一个问答的方式 第一个问题就是 人存在目的是什么 换句话说 意思就是神造人是为什么 神造人是为人的快乐 to enjoy him forever to glorify God and to enjoy him forever 就是讲到两个目的的 一个是神荣耀自己 另外一个就是他祝福人 人享受他 我们把这个目的 其实说是一个目的的两个层面 就讲说是最终的目的 是上帝的荣耀 他的过程的这个目的 就是上帝怎么样荣耀自己 就是借着祝福人 就是祝福他的子民 拯救他的子民 加福给他的子民 使他的子民受祝福 所以这个是创造的目的 那么在神创造的时候 他开始有一个从无生有的一个创造 然后上帝的创造 还有一个持续的创造 持续的创造的话 就是跟那个开始的创造的话 就是从无生有的一个创造的话 就是说不是同样性质的了 换句话说上帝造了这个物以后的话 他造了这个时空 造了这个时空物质以后的话 上帝就引导这个时空 就是完成他的这个创造 以赛亚书第43章第7节 这地方讲了上帝的持续创造 就是他创造给他自己的子民 就是所有按我的名被造的人 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 是我所塑造 我造成的 上帝造人 上帝拣选人 等等是他这个持续的创造 有很多这样子的经文 那我们就看一段这个新约的 罗马书第9章第17节 这边经常有话对法老说 我把你兴起来 是要借助你显出我的大能 并且使我的名传遍全地 换句话说 就是这个 要跟上帝作对的这个法老 要抵抗 抵挡上帝的这个法老 这边就是上帝告诉他 是上帝造他 为了要彰显他自己的大能 所以上帝不管是在他敌人身上 彰显他的荣耀 在那些 使这些 世上智慧的人 他们认为十字架是羞辱的 上帝就乐意用这个十字架 他们当作愚拙的道理 拯救相信的人 让那些 以为是有智慧的人 让他们哑口无言 并且说这就是上帝 在人当中 不管是信他的 是不信他的 是他怜悯的 或者是与他作对的 上帝就是彰显他的荣耀 借着他在人 他继续的创造人 那句话说是 对这个改革中的 尤其是加尔文的 这个神学系统里面的话 这个人的灵魂 我们每个人的灵魂的话 还是上帝 各别创造的 那么这样子的话 就是说 在上帝在创造人 不管是信他的 他拣选的 他不拣选的 在人类上面 继续做这个 创造的工作的话 这是完成他的目的 这是讲上帝 持续的创造 是在人当中的这个工作 好 那么 换句话说 神创造 宇宙万物 从物造有 他造人的时候 他是从地上的尘土 已经创造出来 存在的材料 然后他在他鼻中吹气 使他成为有灵的火人 持续的创造 上帝造人的灵魂 持续的创造 好 这样子 我们一个思考问题 上帝是这样子创造的时候 这个对我们的自我意识 有什么影响没有 第一个我们可以说一般创造 创造整个宇宙 第二个我们可以说是特别创造 创造人 那么 上帝这样创造人 那么对我的自我意识 对我的观念 有什么影响没有 有什么影响没有 还有没有 有什么影响 People